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视野,品味生活 我是您生活上的好朋友家园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厨房下水道堵塞怎么处理 厨房是个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 食物的烹煎煮炸全都要在这里完成 如果厨房下水道堵塞了 那就什么厨房活儿都干不了了 所以遇到厨房下水道堵塞算是生活中的大事吧 也是让人很烦心的 那该怎么办呢 家园就来分享几个小技巧 通下水道这个活儿就不用等到师傅来才能处理 我们自己动手就可以把它处理好 省下的可就不只是500元这几百块钱的处理费而已 而是日常生活能更顺畅便利 第一招就是备用一个管道疏通器 厨房下水道堵塞 一般是油腻或者是食物的残渣堵塞 平常我们洗菜洗碗的时候 总会有那么一小小部分的油脂残渣顺着水游到下水道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下水道的堵塞 一般而言正常的装修厨房的下水道做法都是 水槽下一根软硕料管通到PVC硬管里面 所以我们要疏通的其实就是下面的PVC硬管 那么家里备用一个管道疏通器一般都可以解决下水道堵塞的问题 第二个方法就是苏打粉加醋 苏打粉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用到 把苏打粉和醋交在一起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形成气压就可以达到疏通的效果 第三个就是利用纱网 现在网络上有着各种小神器 其中之一是纱网 一般在淡骂场也都可以买到 我们可以在厨房洗碗槽 逗逗这个地方用个纱网套住 之后不管再细小的东西都会直接套在网面上 如此一来下水道就不会堵塞了 这些小物件都特别便宜 省下叫师傅上门通下水道的这些钱 就可以买上好多好多了 第四个方法就是洗衣粉加热水 家里一定都有洗衣粉 先在管道内倒入适量洗衣粉 再倒入三倍的热水 也是能起到很好通水管的效用 第五种方法就是市面上卖的管道疏通剂 管道疏通剂也叫做通曲粉 网上或者是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它能快速清除堵塞水管的油污 能在常温水中安全溶解 在清洁的同时还能除虫除异味 且不易喷溅很容易操作 家中也可以买几瓶备用 使用这种疏通剂也是有方法的哟 以下就来说一下使用方法 首先在管道内加入适量清水 之后倒入两瓶盖的疏通剂 再来等两分钟后加入两大杯热水冲洗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呢我们也可经常利用这个疏通剂来保养厨房下水道 不是说一定要等到管道堵塞才来处理 而且经常保养可以避免下水道内有太多的蟑螂聚集 或其他疾病传染源之身 以上都是管理厨房下水道 使用而又简单的生活小技巧提供给各位好朋友们 看完以上节目 您是否有新的体会和认知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您的见解 喜欢的话请帮忙点赞转发 请持续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再见咯